两根大葱溜奶肉,一碗尿汁,大火爆炒60秒 出锅就是香气逼人的葱爆肉 大家好,我是大树饿斗 今天给您分享葱爆肉最简单的做法 比泡一碗泡面还要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大葱 用刀切掉头部和尾部 接着我们把大葱斜刀切得滚到块 全部切好之后,我们先把葱心给拿掉 顺便把大黄不好看的叶片一并去除 它们只要是好的新鲜的,也不用丢掉 可以用来炸葱油 下一步我们用手把葱白给掰散 这样做,待会爆炒的时候更容易炒熟 全部抓散后,先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梅花肉 它肥瘦相间有大理石一样的花纹 接着我们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这个肉片的厚度一定要尽量的切得薄一点 这样才方便待会爆炒的时候能够快速的炒熟 梅花肉久炒不了 爆炒起来最简单 用五花肉,后腿肉,里脊肉都可以 全部切好后,一共大约300克 把肉放入大盘里面 腌制肉片,我们用葱姜水 碗中加入姜中和葱段 加入小半碗清水,用手抓捏一会儿 然后浸泡10分钟,过滤得到葱姜水 朝装肉的盘中加入盐1.5克 然后加入一勺量的特鲜生抽 以及两勺量的葱姜水 最后加入老葱3克 然后我们用手不断的抓捏 把所有调味品抓匀 充分抓匀后,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点的玉米淀粉 还是用手抓匀 因为梅花肉本身比较嫩 不加淀粉也是可以的 直接炒会出水 炒出来会是那种干鲜有嚼劲的感觉 加淀粉更嫩一点 家庭炉灶活力小 加淀粉更适合一点 抓匀后,喷一点食用油 一边喷一边抓匀 可以形成油膜 从而更好的锁住水分 也能避免它们彼此粘连 抓好后放一盘 就这样腌制至少15分钟 等待腌制的时间 我们准备适量的小米辣 先用刀把它们的根部全部给切掉 再把它们写到鲜成片 用来珍视提味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不加 下一步我们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点胡椒粉 再加入盐一克 白糖一克 然后加入生抽酱油20克 一勺量的料酒 最后加入香醋5到10克 以及淀粉3克 用筷子搅拌均匀后备用 下一步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朝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温15层热 我们放入全部的肉片 把它们均匀的铺开 下锅之后先不要动 静置个五六秒 等底部电行 电行后转大火 把它们滑散 把它们翻炒均匀 接下来整个烹饪过程都是最大火 一时翻炒到肉片 刚好全部变色了 就倒入全部的小米辣和大葱 保持最大火 快速地翻炒个20秒 把大葱炒到六分熟 也炒出小米辣的香味 趁热旋转凌肉 调好的料汁 翻炒个十来下 让天之包裹做大葱和肉片 炒匀即可起步装盘 余温会持续加热 让大葱进一步成熟 上桌吃的时候刚刚好 一道咸香入味 葱香肉香都很浓郁的 下饭菜 葱包肉就完成了 我是大葱饿斗 我们下个视频见